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是不是有答案呢 好既然大家已经热身 我们就开始探讨我们的话题 NLP 相信大家都可以在不同渠道 听到NLP这三个字 NLP的范围非常广阔 可以应用在 领导才能 团队精神 亲子关系 时间管理等等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为何NLP会这么厉害呢 其实NLP会帮助我们 由一个现在状态 去做一个快速和正向的改变 当我们改变之后 我们就会有新的资源 新的资源可能是一些情绪 一些想法 一些感觉 当我们收集了这些资源之后 我们就会进化 去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在这个理想的状态底下 我们的表现和行为 都已经经过优化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 以前从来做不到的东西 创造将来和达成梦想 就是NLP的强项 在下一集 我就会解释给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NLP